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东方点评 我是李思 南韩外长颇振近日表示 为了触路韩中关系的基础 最重要的是拉近两国人民之间 尤其是年轻一代之间的心理距离 有分析认为南韩年轻人对华认知负面 对未来的中韩关系发展或者会有影响 《环球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提到2020年美国的一项文调显示 南韩对中国的评价是最负面的 在各个年龄层内 南韩年轻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 比起年长者多 南韩国内的一些文调结果亦与此吻合 评论认为南韩年轻人对华词负面看法 原因有很多 从大方面来看 在美西方对华的黑色宣传大背景下 南韩在外交上追随美西方 主流媒体涉华报道 自然亦都不会是正面 涉华认知的大环境 从直接原因来看 最近几年中韩之间的确出现了一些磨擦 例如是杀德问题 历史认知差异 文化主权争论 以及环境问题等等 有些南韩年轻人受到美西方舆论宣传影响 将疫情的流行爆发归咎于中国 所以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他们对中国的负面评价 评论认为南韩年轻人 比起上几代人的对华认知更加负面 和他们接受更多的涉华负面教育有关 虽然一些教科书 试图用平衡的手法讲述中国 但从整个教科书的涉华罪事来看 仍然偏向于负面内容为主 南韩年轻人从小被构建起对中国的负面想像 这样毫无疑问将会影响未来中韩关系的走向 分析自出 当前南韩的一些政治人物 利用南韩年轻人对中国的负面情绪拉嫖 个别年轻政客更加走在反华的前端 在今年4月南韩市长选举中 总统韩石月曾经公开声称 大部分南韩人 特别是年轻人讨厌中国 大部分中国年轻人亦都讨厌南韩 评论认为为了未来中韩关系的健康发展 两国都应该积极努力 既要积极强化对韩外交 改善南韩对华认知的政策环境 亦都有必要加强两国高质量的人民交流 从社会层面进行生活体验式的线下交流 虽然当下各国仍处于疫情的背景之下 线下交流可能存在一定困难 但仍然可以利用互联网空间 例如是元宇宙技术 定期开展人制和校制交流 亦都有避疫 评论认为中韩两国中小学教育界 肩负更大责任 双方的教材编写人员、教师 以及两国中小学生 都需要频繁进行面对面的互动 这样才能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 好了,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收看